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栏目 然而就是这样一位看似不起眼的人物 却在戴笠死后成为了戴笠的继承人 军统局局长被问及成功秘诀时 他只说了三个字 毛仁凤与戴笠是同享 两人还曾是同学关系 因此算得很熟悉 毛仁凤早年考上了沪江大学 后来又考入了黄埔军校四期 而戴笠只是黄埔六期 只是因为生病 中途休学 戴笠发迹之后 急需特工人才 他和蒋介石一样 喜欢用同乡人 于是他想起了毛仁凤 立刻把他从县里掉到军统来 担任了自己的助手 毛仁凤平时话不多 看上去老实忠厚 戴笠安排的事情 总能很快完成 对待同僚也十分客气 总是一副笑嘻嘻的模样 如果你认为毛仁凤是一个老实忠厚 甚至可以随意欺负的人 那就大错特错了 军统大特务审罪曾经评价过毛仁凤 毛仁凤给人的印象非常忠厚老成 而且逢人带小 是个有名的笑面虎 没错 毛仁凤是一个笑面虎 笑里藏刀的人 蒋介石用钱打他脸 他说那是领袖的爱戴 即便是戴笠和自己老婆油然 他也全然不当回事 1946年戴笠因非及时时遇难 谁都没有想到军统李兹历不是很深 48岁的毛仁凤 竟然成为了一匹黑马 继承了戴笠的位置 成为了军统局长 当他被问及成功的秘诀时 他只说了三个字 忍 等 狠 毛仁凤的忍耐力不是一般人能达到 别人当着他们的面说 他老婆红杏出墙 他依然笑嘻嘻的说 我怎么没有听说过 毛仁凤做事沉稳 不是没有野心 而是一直在等机会 一旦发现机会 他就会拼命抓住他 此外毛仁凤为人心狠手辣 这点大力都比不过他 1949年之后 毛仁凤在台湾的日子就不太好过了 最主要的原因 是他和蒋经国的关系很糟糕 蒋经国对他恨之入骨 最后毛仁凤被剥夺了权力 整日活在其心吊胆之中 导致癌细胞迅速扩散 1956年 毛仁凤在台湾病逝 中年58岁 有意思的是 戴笠生前曾经评价他 毛仁凤是菩萨心肠 不是大丈夫 不能成大器 不知道是不是毛仁凤隐藏太深 其实戴笠只说对了一半 毛仁凤不能成大器 但绝不是菩萨心肠 今天关于毛仁凤的历史故事就讲完了 如果您对笔者的观点有不同看法 欢迎留言交流 喜欢就转发点赞吧 返回搜狐 查看更多责任编辑 更多责任编辑